天上坠下一颗携带无名病毒的卫星,几分钟内就毁掉一个小镇。 今天我们来看恐怖科幻电影《天外来军》。 一对小情侣在山坡上看着星星,谈情说爱, 突然一颗卫星坠落在附近,两人好奇地将卫星带了回去, 却没想到将一场可怕的灾难也带回了小镇。 当闻讯赶来的警察到达小镇时,那里已经尸横遍野, 两个警察也很快被感染发作而亡。 为了防止病毒传到临近的城市,政府封锁了这座小镇。 由于病毒是通过空气传播的, 他们还在小镇上空喷洒农药杀死鸟类,以防止鸟类将病菌带出。 然而军队的监控视频却发现,小镇上还有活人的存在。 政府立马派出了一支以男主为首的顶尖科研队伍去到小镇, 很快几人就来成功地找到了那颗携带病毒的卫星, 他们发现这里的尸体都没有流血的痕迹。 当他们切开尸体的手腕时,里面飘出了粉末状的东西。 原来这种病菌是通过瞬间凝固血液杀死人类的, 并且可以控制人的大脑,让人做出一些极端行动。 很快他们找到了两名幸存者,一个婴儿和一个老头。 两个幸存者之所以没受到病毒的感染, 是因为他们均患有些疾病, 但老头是因为严重的溃疡和饮酒过度, 而婴儿却是患有仙气,两者之间暂时找不到共同点, 科学家们只好从卫星着手调查。 他们将卫星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, 这个实验室坐落在一个合摄石上, 一旦实验室发生意外泄漏, 就会在15分钟之内启动自爆, 只有博士的指纹才可以解除。 通过研究他们发现, 这颗卫星应该已经发射了很多年, 并且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一个容器, 应该是专门为了捕获和保存某种物质而设计的。 原来当年政府是为了采集一些外星微生物才发射的卫星, 但是采集过程中卫星遭受到了虫洞的攻击, 还携带了病毒回到地球。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毒, 科学小队打开了卫星, 发现上面沾满了黑色的病毒物质, 通过实验他们发现, 病毒在死尸的身上无法传播。 为了抑制病毒的传播, 政府决定用核弹将小镇炸平, 但就在飞机装备好炸弹, 准备袭击小镇的时候, 他们发现核弹不仅不能消灭病毒, 反而辐射还会促进病毒的生长和变异, 于是他们赶紧撤回了核弹计划, 然而此时的病毒已经变异升级, 他们拥有自主意识攻击了飞机, 一瞬间核弹爆炸, 感染区域立马扩大了几十倍, 科学家们赶紧加快了研究的步伐, 他们发现虽然两名幸存者的病不一样, 但他们体内的胃酸却是一致的。 这个发现令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, 病毒只能在很小的酸碱度里存活, 但问题是这个酸碱度正好也是人类存活的范围, 如果用酸度或者是碱度超过这个范围的东西来攻击病毒, 那么人体也会受到损害。 就在研究一筹莫展的时候, 科学家们通过分解病毒, 发现了隐藏在里面的数字和字母, 经过配对分析发现, 这种病毒的天敌竟然是一种来自海底的古老细菌。 猜测之后, 他们得出来一个大胆的结论, 病毒或许是来自未来。 未来这种细菌由于人类的肆意开采而灭绝, 人类因此面临灭顶之灾, 因此未来人类将病毒传送回来, 就是想警告现在的人类要保护这种细菌。 事不宜迟, 科学家们赶紧大量培养细菌, 然后将这种细菌载上了直升飞机, 直接将它撒在了病毒所在的区域, 很快病毒就被消灭了。 就在大家高兴的时候, 实验室突然启动了自爆模式。 原来一个科学家受到威胁要保留病毒样本, 于是偷偷地藏起了一份病毒。 没想到病毒泄漏将它给分解了。 更糟糕的是, 还引发了实验室的自爆模式, 只有博士的手指才能够解除。 博士和男主顺着管道去解除爆炸, 然而博士被掉落的物体杂重掉进了硫酸池里。 另外一个科学家只好跳进去, 将博士的手指切掉扔给男主。 男主拿着手指来到核反应堆一阵操作, 很快就解除了实验室的危机。 于被偷偷藏起来的那份病毒样品, 最后被宇航员送上了太空, 这或许就是未来会再次爆发病毒的原因。 为什么要将病毒偷偷保留呢? 或许是想要警示人类, 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保护自然界吧。 因为没有一种病毒是人类可以靠自己战胜的。 例如,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的埃博拉, 人类在它的面前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。 要知道保护地球, 也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。 好了,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 咱们下期再见。 F voltacuk link li ط 自然界 可以 大家 感谢观看